这时那芳心道 有得这 彩霞不是你惹得起的人 走开 芳心 别以为你家里面有一点权力 就跟我作对 你想不相信 我爸一句话就让你家里难看 你敢 芳心虽然说出这话 但是看得出来 他的神情中有些迟疑起来 王小飞就疑惑地看向王彩霞的 这都什么人呢 很牛逼的样子 看到芳心这个样子时 王小飞也有些诧异 现在看来 这个所谓的牛哨 还真是有点失礼了 钱小微的 他爸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 那上市公司是他们家的企业 去年央视的广告标王 就是他们家的 他爸现在是人大代表 他家还有一个人 是省里面某部的副厅长 在学校里面 吃喝嫖赌都来 好几个女生都为他骗得失身了 他玩了人之后 又把人家甩了 钱小微明显并不怕这牛得志当场就当着不少的人说起了牛得志的情况 王小飞想了一下时也有些明白过来 有钱之后是用钱砸出一些关系网 方新家还是有些吃不住这小子家里面的关系 开始时听到钱小微说他家里面的情况时 牛得志还是很得意的样子 随后听到钱小微竟然说他吃喝嫖赌等事情时 脸色就阴沉了下来 钱小微 你着死 牛得志就沉声地说了一句 你敢把我怎么样 牛得志 别人怕你 我钱小微 并不怕你 方新这时也大声道 牛得志 你这懒人 在这学校里面为所欲为的 好几个女生都在你手上吃了亏 小心夜路走多了 得报应 哟 还真是传起来了 我说方新 我不介意把你弄去玩玩 看你能够把我怎么样啊 钱小微 牛哨哪一次不是砸了钱出去的 这是你请我冤的事情 早就有人赶紧出头说了一句 双方一下子对上了 钱小微也是一个能吵架的人 就在那里与对方吵了起来 王小飞不确定地问了一句 我记得去年的彪王 仿佛是一种酒吧 小子你听好 牛哨家的上市公司叫云河春集团 酒叫云河春酒 了解到了这些情况之后 王小飞就不待见这小子了 你是什么人 你跟彩霞是什么关系 牛得志这时才发现 王彩霞与王小飞很是亲密的样子 脸色就变得更加难看起来 本来今天王小飞的心情不错 来看看小妹的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如果是一个优秀的男生 王小飞倒也不介意自己的小妹 谈谈恋爱什么的 可是以她的眼光 一看到的就是 这小子完全就是一个被酒色 掏空了身子的人 这样的人 王小飞当然不可能 让他接近自己的小妹了 再说了小妹也不待见这小子 我是什么人 关你屁事 走 王小飞转身就要离开 臭小子 一看王小飞这做派 牛得志目光中透着阴冷之情 一拳就打了出去 平时她都是装成好孩子的样子 其实只有她的那些玩伴们知道 这小子就是一个狠角色 只要一言不合 就会下狠手 现在一看牛得志的情况时 大家知道 牛哨是要废了王小飞了 滚 王小飞是何等之人 一脚就踢了出去 这一脚之威 顿时就把牛得志踢得 撞在了他身后的几个跟班的身上 哇 一声惨叫 牛得志已是重重地 砸在了他的跟班们的身上 我说小子 以后再敢缠着我妹妹 老子要你好看 刚才的一脚 王小飞倒也并没有下重手 要不然牛得志早就死了 不过那一脚 还真是踢得他够呛 他不管身后的情况 王小飞带着三个女孩子 就向着一家酒楼的方向而去 你等着 牛得志这时看着王小飞的背影 大声吼了一句 王小飞的眉头又是一皱 刚才的一脚 他只是随便踢了一下 并没有伤到这小子 没想到这小子 还真是和自己对上了 转过身来 王小飞向着牛得志看了看 又道 有些人就是坑爹货 希望你别坑爹 说完话时 王小飞与三女都已是大步而去 小飞哥 牛得志家的势力很大的 放心这时多少还是有些不安 毕竟牛得志的父亲太有钱了 现在这社会就是有钱能办事 他们虽然知道王小飞很是神秘 现在又知道王小飞在医学上有些名气 但是他们同样也知道 许多事情并不是有本事就能够解决的 王小飞再有本事又如何 人家可是真的有钱人 钱小薇这时也说道 小飞哥 你虽然承包了一片地 也发展得很好 可是 与牛家相比 你那里还是比不过的 我担心的是 他爸动用力量 把你的生意都击垮了 看到大家关心的样子 王小飞也好奇道 你们都知道 我出名了 他怎么不知道呢 方欣就笑道 要不是我们和彩霞在一个宿舍 又见过你 怎么也不会相信 你就是那个 能够与顶级医生比赛的人呢 王小飞一想 还真是这样 今天自己的这一身衣着 根本就看不出来 是一个有本事的人的形象 难怪那牛德志他们 并没有往这上想了 小妹 你这性格不好的 怎么弱弱的样子 学学人家钱小薇呀 对于自己的小妹 有些弱的情况 王小飞也在皱眉 哥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这段时间 只是被他缠着 倒也没有吃什么亏嘛 你呀 如果这事处理不好 你真的要吃大亏的 哥 那牛德志 这样的家里面有几个钱 在这大学里面 也是哄到手了几个女生了 最可恨的是 他哄过之后 就会甩一二十万块钱给女生 顺便就把人打发走了 是啊 这臭小子在学校里面 完全就是乱来 就连学校里面的领导都护着他 要不然的话 早就要他好看了 他的能力怎么进的大学啊 王小飞就问了一句 王彩祥就向着王小飞道 你怎么上的大学呢 王小飞摸了一下鼻子 心中算是明白了 这小子读大学应该是送了礼才进来的 并不是凭着真本事上的大学 算了 我们别多想了 小妹 往后离他远点 我到时候给你几个电话 有什么情况 你报我的名字 请他们来帮助 哥 你放心 没什么事情的 听到小妹仍然是这样的态度时 王小飞就有些担心起来 下一步有条件的话 自己肯定是要把家人都引入修真的路 可是小妹一直都是这样的性格的话 到了修真界里面 他怎么生存呢 现在王小飞反而对于牛德志的事情 不太上心 而是对于小妹的事情担心起来 你们两位都是他的朋友 往后还要请你们对他多多关照 哎 这情况让我不安心呢 钱小飞笑道 小飞哥 没事的 在学校里面又不是在黑社会中 王小飞想了一下 还真是这样 心想自己还是多虑了 很快就把这些事情放到了一边 大家到了大学附近的这家馆子里面 坐下来之后 王小飞点了一桌子的好菜 哥 你真的能够有把握取胜 王彩霞更关心的是 自己的大哥比赛的事情 三个女孩子这时全都看向了王小飞 王彩霞又道 哥 我查了一下杰哈娜的资料 这人可不一般啊 世界上非常有名的医生 更是诺奖的得主 你和他对上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胜算呢 看来自己的这个小妹 还是非常关心自己的事情的 王小飞的心中也多了一些安慰 吃饭 担什么心呢 放心好了 我的本事大着呢 小飞哥 那那杰哈可不是一般的人呢 方欣也担心起来 王小飞就笑道 我还没有问你们呢 那牛德志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看着好像还想仗势欺人的样子 小妹 你在谈恋爱了 王彩霞哼了一声道 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 人家才不理她的 说起谈恋爱时 王彩霞的脸上就是一红的 人家才没有呢 方欣就笑道 没有倒是没有 你妹妹在班上称之为班花 我都嫉妒了 钱小飞也笑道 追她的男人一大堆 你们说说 我们哪一点比不过她吗 王彩霞就笑道 得了吧 这段时间天天来找你们的男生 还少了 听着三个女孩子的笑闹 王小飞才发现 自己的意识什么的 和这些年轻人 仿佛有了一些差距 心态有些不年轻了 我看到跟着她的人 都不是什么好人 自己注意点 王小飞还是提醒了一句 知道了 菜刚刚做了端上来 大家正要吃食 突然就听到外面传来声音 牛德智的声音 很是嚣张 大声道 马哥 就是这里 说着话时 那关着的门 就被人用脚给踢开了 然后就冲进来了几个人 然后就冲进来了几个人 就冲进来了几个人 就冲进来了几个人